走進金融市長辦公室 林里長們好奇心全都寫在臉上 東喬喬西看看 我們看到雖然沒有辦公室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講求 線上辦公要節能檢看不要用紙 所以說就是用筆電 然後我們就是來這邊跟市長做簡報 親自坐下來 體驗市長接見貴賓的感覺 雖然只有短短幾分鐘 但卻留下深刻的印象 和以前前屆的市長擺設完全不一樣 這次讓人家的感覺是簡潔明亮 感覺一定是非常有效率的 信義區林里長座談會 邀請了20多位林里長參訪市府 和市長謝國良親自面對面座談 已經進行提升到1500元 一方面也是落實我的證件 但一方面是希望林長跟里長 大家可以攜手配合 與國良 溫起庆夫不可能在各里林都能做所有事情 要拜託里長 里長也沒辦法一個人做 他是要拜託大家 所以我們增加這些更多的配備 包括我說明年後年我們也會分批 用太舊換新的方式 看看里長要不要考慮換一些電動機車 就是請我們來出 但是這個月費如果有你們要自己發揮 所以這都是我們未來在做的工作 主要是希望林里長大家能夠成為市府團隊的一員 一起來努力 推動乾淨家園 客不容緩座談會中 林長們提到社區內一座公測 年代久遠 但使用率不高 清潔維護不容易 建議市政府能夠拆除 作為機車停車空間 公測現在沒有實在的必要 而且公測就很 你很早去打草 它都很髒很亂 孫子蜊蟲很多 很臭 對 那電視在哪裡 東訊路258項 環保局有來少 可是周邊 礙於周邊的環境 雜草重生 資深很多蚊蟲 確實沒有辦法 把環境整理得非常的乾淨 所以還是希望把它廢除掉 鄭林長 你先凝聚一下地方共識 好 那如果真的有在聽 人不會說 不可能說一個人問題 你不要聽 這人不可能 都是以大多數人的方向 你幫忙凝聚一下共識 此外 東訊里活動中心 因為漏水嚴重 加上空間不服使用 希望市政府 能夠幫忙找到適合地點 市長謝國良當場指示 相關單位辦理會堪 利用閒置的宿舍 活化利用 那我們是建議說 看能不能 我們也找一個目的 可以讓我們的裡面中心 可以再重新整理出來這樣子 可以讓大家有一個活動中心可以使用 東訊里的人口都在山上居多 然後呢 他又是在三樓 老人家都不愛不喜歡去 不管在那邊辦任何活動 都是很困難 所以呢 剛剛領長的意思說 我們幾乎每次要辦活動都是在路邊 三上三下 我就在馬路邊就這樣發東西啦 這樣 那我們是希望 我們有看到236項7號 有一個閒置的公家機關的宿舍 宿舍 那很久沒有人在那邊住了 是不是那邊就在236項口而已 跟258項跟1008項跟東訊路上面 一樓的感覺很好 那是不是可以讓我們當一個活動的據點 市政府的宿舍 那就如果可以就整理整理給大家用 謝謝市長 你先看一下 好 你們早時間去看一下 好 此外對於李林長反映 重新規劃停車空間 畫設行人穿越到 即改善環境髒亂等事項 謝國良財事區公所 會同相關單位 在確實改善之後 都要追蹤列館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